来看到这是宜兰绿色博览会 即将在3月31号要来开园了 今年是以沙士的迷宫为主题 让民众在园内来闯关 了解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那么日前宜兰县长林兹庙 特别到了新北 跟侯友宜市长一同来宣传活动 宜兰绿色博览会将于3月31号 在苏澳武老坑风景区盛榻开幕 宜兰县长林兹庙特地到新北 与市长侯友宜共同宣传活动 2023一来自预测博览会 沙士的迷宫欢迎你 我们要请各位贵宾请看我们的迷宫 我们揭晓了三大的关卡 凯尔写的信凯尔的旅程 凯尔的花园 哇 这些迷宫任务 我们要邀请各位贵宾 邀请大家来到绿博的沙士的迷宫 准备一起要来动动脑解开任务 同时获得永续知识的宝藏 活动以沙士登迷宫为主题 邀请民众前来挑战关卡 了解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以及永续未来的生活情境 今年呢 第一个就是虚拟 识幻虚拟 然后呢 解谜 再来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迷宫小迷宫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闯关游戏 再来呢 有16个永续的发展 的这个场馆 17个呢 就是文化艺术的这个SDGS的馆 所以呢 我们都希望呢 能够呢 全国的好朋友来到美丽宜兰 认识兰 了解兰兰 新北市在园区内以农业健康市山海聚落为主题 设置小农摊位 贩售供僚报 金山地瓜 平林三峡茶叶等农特产品 传递环境友善观念 新北市以环境永续 有机友善田园计划 绿色保育标章 创造出山海聚落的农特产品 来跟所有全国民众来结合朋友 希望大家3月31到5月14日到立博 在参访的过程当中 不要忘记来玩新北市的物产小战 分享我们新北市最特殊 最有环境保护的农特产品 宜兰绿色博览会将从3月31号到5月14号 针对新北市台中市还推出伙伴县市州 市民在限定期间内持身份证入园 即可享有门票优惠 详细情形可上绿色博览会官网查询